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确定了习近平的有关思想 习思想是今后的行动纲领 必须长期坚持 报道中还特别说了一句 朱镕基是中共十九大后 首名公开力挺习近平的中共退休常委 在十九大上还桀骜不驯的前总理朱镕基 几天后就变成温顺的小绵羊了 这确实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老狼也百思不得其解 老狼有个怪毛病 越是想不通的事 越要抱着脑袋黑想 蒙想 乱想 思想 幻想 理想 胡想 狂想 直到把脑壳想烂了才不会再想 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以下 导致前总理朱镕基突然变脸的几种可能性 第一 朱镕基前总理在十九大后对习有了新的认识 对其心服口服而主动挺习 第二 朱镕基前总理十九大后感受到习总书记超人的威严而主动示好 出面挺习 以示歉意 第三 朱镕基前总理对习上任后的种种做法很反感 过而在十九大上公开表示对习不满 事后习派人与朱镕基前总理沟通后 双方误会消除 朱镕基公开出面力挺习 第四 朱镕基前总理的儿子朱云来 做官期间有什么把柄被抓住 但看在朱镕基当过总理的份上没有追究 今见老朱在十九大上公然不给习总脸面 让其难堪 最向老朱出示其子的不当行为之证据 民事若不服侵 其子后果很严重 导致朱公开挺习 第五 朱镕基前总理或认上有什么把柄 早被人抓住了 只是没有说出来 惊看老朱公然藐视习核心与习核心作对 所以有人向老朱暗示 你的膏丸已经被捏住 不得放肆 老朱当即冷汗直冒 低下高贵头颅表示臣服 而公开挺习 还有很多种可能导致朱镕基前总理 只十多天就突然变脸挺习 但其他的可能老朱就是打破脑袋 砸碎脑袋也想不出来 有樽洋 留下来 在这边我们来说 现在至少不理会 到底谁想不出来 到什么时候 那些才能打破你的 有线跷袋 有线跷袋 吓 感谢观看